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说 接下来6月25日 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这个系列 叫做独赢及位置过关 3穿7 和大家买过关 至于这次我们买到的第一关 就会买回这一场第一场 这一场第一场 是我们的四班草莉A兰 14米的赛事 今场马上 都多马的 又是14只马匹的场合 这么多马 到底哪只马值得来买呢 如果大家看回这一场马 那一站马的马匹的成绩 其实你会发现得到 今场马很多匹马 最后跑得近的 就像这些2号的擅长马尼 跑第5第6 这样的了 3号的世质音声 这匹马都最近不断跑 跑第3第4第5的了 4号的这一只 鑽色吹颤 最近都跑第5的 成绩也是不错的 13号的二号不雪 最近又跑第5的了 去到14号的星娥小子 最近都跑第3的 是吧 那这堆马呢 都叫做金场马 近织比较好一点点 最近叫做跑近的马匹 那这场马 其实呢 我都不会买到这些 最近有成绩的马 就算它们最近跑近 都好 那这次我都没有买到它 那为什么这次 会不买它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 我認為這一隻馬是很古惑的 儘管他最近沒什麼成績感也好 來這一場其實是有機會爆的 所以我想選擇同場的另一隻馬 再加上這些最近有成績 最近跑近的馬 其實他們都經常勝跑第五第六 經常勝跑第五第六 他們不是一些很容易贏的馬 不是經常勝跑頭三名 不是經常勝贏得到 所以我認為這場馬其實都比較亂局 所以就說想搏回另外的馬匹 搏來試試另一隻馬 至於港警的馬是哪一隻呢 港警馬其實就想試試 之前他跑第十一的馬匹 即是說這隻7號的華里茲 我覺得這次的華里茲 可以是搏一搏試一試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先來看這隻華里茲 那個賽迪先 其實這隻華里茲 其實他只是跑了一場 初出跑第十一 其實成績他又不是好 接下來他又排了個十三檔 劣檔來跑的 條件其實看起來都不是好 又是不是好 看起來是排檔差 但是為什麼接下來這一場 我們都會買他呢 原因是因為這隻馬呢 上場的那些第十一 其實我認為不是那麼能夠做得準的 儘管他跑第十一都好 如果你真的有仔細點看這隻馬 上場怎麼跑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到 他這第十一 真的完全可以抹掉了 告訴你 上場就是這裏的那隻 紅色戰爪指著他 6365的這匹馬就是他 8號馬匹 我們可以看看 石家里上場是怎麼跑的 上場這隻馬呢 其實是排在一檔的 排在一檔很棒 所以上場其實他可以貼著條欄 來跑的 這隻馬其實你這樣看 他真的貼欄 沒什麼問題的了 但是為什麼都會說這隻馬 上場的那些第十一不能夠做得準呢 為什麼會覺得他算是不抵呢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真的仔細點看這隻 告訴你 上場加利是怎麼騎的話 其實你會看得到 他騎到 馬頭都得了 這隻馬是不斷外閃閃出去的 這隻馬是不斷外閃閃出去 不斷擺來擺去的 騎到馬頭你看 斜了 所以你說這些賽者 怎麼能夠做得準呢 所以我其實當他沒有跑過 最終他跑得差 我覺得都不意外 因為你看看他沿途真的 騎到這樣 騎到馬頭的馬 你怎麼騎得好呢 更何況這隻馬上場初出 所以我覺得這些第十一 其實不能夠真正反映到 他真正的實力出來的 但是接下來這一場就不同說法了 接下來這一場 他再跑回沙田組的 千四米四賓賽事 我覺得這些馬有機會爆的 有機會是 上將的樣子跟你來的 這場的樣子 是跑得完全不同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件事就是 這隻馬這次換了人 不再用加利騎 加利騎上次騎到他的頭側側 又閃來閃去 但是用報紋的話 我相信不會出現這些情況 因為報紋這位騎師 都比較強一點的騎師 跟加利騎馬 完全是兩個樣子 如果大家有看過 加利騎馬的話 都應該清楚了 平時有對比開這兩位騎師 騎馬的姿態的話 應該都清楚了 所以接下來換了騎師的話 我覺得就有變數了 換騎師是一個變數 第二件事就是 你看一下 這隻馬 其實對上一場出賽的時候 是1月29日 對比起 接下來的這場馬 6月25日 其實相距了5個月 差5個月的話 這隻馬 那個狀態 那些操練 其實跟之前都完全不同 你可以看看 這隻馬 其實最近是收起來 操了幾個月 操練4、5個月 才出來和你跑 對上一次出賽的時候 1月幾號 1月幾號 1月29號 跑完 跑完之後 它是上了重化操 操練 操練差不多4個多月 才出來和你跑 這隻馬 是中、港兩邊走 重化、沙田 不斷來回 這樣操練 還要試了閘給你看 如果你認真仔細看 它每一課閘的話 你會發現得到 這隻馬的閘 是越是越好 這隻馬 不只是試了一貨閘 其實它是試足三貨閘 收起來操練4、5個月 試足三貨閘 這樣再和你跑 接下來這一場 所以很明顯 看到這隻馬 賽前操練 是相當之積極的 跟以往是完全不同的 密密操 接下來這一場馬 這隻馬 它的變化很容易說 真的很大 而且這些馬 都是賺體力的馬 是吧 它這季出了一場 跑得一場 休息 4、5個月 再出來和你跑 接下來這一場 它不是密跑的馬 跟今場馬 其他馬匹是不同的 今場馬有些馬匹是密跑的 密密騎 那些來到貴尾 我覺得消耗體力 都消耗得很大 而這些馬 其實賺了體力的馬 所以這場馬 我覺得它放報名上 可以幫忙試試 所以今場馬 我們會選馬匹 都想選這隻七號 馬匹來試試 看看這場馬 在這一場馬上 能不能夠贏得到 這些場合 其實都沒有實力馬 大部分馬都會 水鬥水 看看這些新馬 看看最近操練這麼積極 能不能在未來這場跑到變身 就突圍而出 講完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第二關 我們的第二關 會買到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是我們的精英杯 跑三級賽 草莉A蘭1400米的賽事 這場馬不算太多 只有六匹馬 而在這六隻馬裡面 有些馬最近的表現就很出色 很厲害 講的是這四號的紅運帝王 這隻紅運帝王最近有料到 跑了兩個第一關 如果大家看看這隻紅運帝王 最近兩個第一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到 他是無論一班 一或二班都能夠贏得到 兩次排著的劣檔 一次十三檔 一次十檔都能夠贏 而且他之前跑千四的第一 其實都叫做贏過 接下來同場再出的對手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其實這隻紅運帝王 叫做贏過 接下來同場再出的 永遠美麗 和那隻線路之星 即是說接下來兩匹馬 他都已經贏過了 連這隻永遠美麗 因為紅運帝王其實都是贏得到的 所以你論賽職的話 這隻四號的紅運帝王 是高過 這隻永遠美麗的 是比他的厲害的 論賽職的話 這隻紅運帝王是比他的厲害的 還要你再仔細一點 看回紅運帝王之前贏 永遠美麗多少 這隻紅運帝王 其實之前贏的 永遠美麗 都是說一個幾碼位的 一有四分之三的碼位 是贏得掉了 贏得很誇張的 所以接下來這一場馬 再跑的話 其實照計 這隻紅運帝王 都要是比賽職高一點 這隻紅運帝王 以他的近跡 應該都是接下來這一場馬 的大葉門來的 這隻馬應該是一隻大葉門來的 大葉門就走不掉了 但是這次我們會不會買他呢 其實這場馬 我說沒有買到這隻紅運帝王 反而選分一隻曾經輸過給他 那就是選擇這隻二號的 永遠美麗 這次選擇永遠美麗來買 為什麼這次我會選擇這隻 永遠美麗來買呢 明明他輸給紅運帝王 但是為什麼來這一場都會選擇他呢 原因就是因為 在接下來這一場馬 是說跑好地 我覺得這次跑好地的話 其實這場馬是有變化的 其實是說有別於之前 永遠美麗和紅運帝王鬥的那一場 如果大家仔細留意 永遠美麗和紅運帝王鬥的那一場 永遠美麗跑第二那一場 你會發現到 當時是說跑黏地的 其實為什麼永遠美麗輸給他呢 輸給紅運帝王呢 其實我覺得當中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紅運帝王其實是一隻 跑變化地厲害的馬 紅運帝王是一隻 線跑變化地的馬 但是這隻永遠美麗不是 所以當時永遠美麗輸給他 我覺得是說場地的影響 但是接下來這場跑不好地 正常場地的賽事呢 我覺得這隻永遠美麗 是有機會反勝他 因為這隻永遠美麗很明顯 最近就是一隻有狀態的馬 如果你有留意這隻永遠美麗 在6月4日跑那場沙田組的1600米 G3賽事的話 你會發現這隻永遠美麗 上陣其實贏得很輕鬆 真的贏得很輕鬆 永遠美麗就是這隻 黑衣服 粉紅帽的這匹馬就是他 紅色戰爪指著他 一起看看永遠美麗 當時是怎樣跑 當時他是一隻3號馬匹 頭陣時間 其實永遠美麗也是說 放出來跑的 抓住 在第三位的 跑得都相當輕鬆 去到轉蚊入直路 他跑出去離對衝 在那些3、4條這樣離對衝 最終 潘頓打他幾邊 他就很好反應 過了 這隻馬其實跑得好 跑正常的場地 這隻馬是很出色的 過了 當時就很輕鬆 推一下推一下 推回第一回 贏後面那些馬 都過了兩個馬位 贏得相當輕鬆 他上場對著那些馬 都不差的 如果你看回 當時其實永遠美麗 都是說對著 煽露之聲 美麗同響 街運財 不極光 非能閃耀這些馬 這隻馬 其實怎麼會差呢 是吧 接下來也會再出 煽露之聲 美麗同響 也是那些 即是說 永遠美麗又跑完 他接下來同場兩匹 所以我覺得 以馬論馬的話 這隻永遠美麗 在離對這場 其實應該是層得高的 跑回正常的場地 我覺得這隻馬是層得高的 這次還要排除一檔 靚檔來跑 其實這隻馬 是相當好跑的 就貼著條欄 又跟前 隨時一放到底回來的 所以這場馬 我們想選到馬匹 都想選這隻 2號的永遠美麗 看看這次 這隻永遠美麗 去回正常的場地 能否能 就是反勝 那隻4號的 就是熊敏帝王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頭兩關之後 就來講回第三關 第三關 我們會買到這場 第七場 這場第七場 就是一場 精英碟的賽事 跑這三級賽 儲點Alan千百米的賽事 這場馬上 馬不算多 只有八匹馬 而這八匹馬 最近有些馬很厲害 像這隻智勝者強 這匹馬 基本上他最近六場 都未脫過頭四名 跑了1個第1 2個第2 2個第3 1個第4 成績相當好 這些馬 最近成績這麼好 接下來這一場 我覺得他很大機會 會成為熱門馬 這隻馬基本上 都很難熱的 排四檔配潘頓 最近這麼好成績 不過 如果這次這隻馬 成為一隻大熱門馬的話 其實我不會買他的 因為我覺得這隻智勝者強 今次跑千八 即是今次繼續來 跑千八米賽事 其實對於他來說 都未是最好 雖然說這隻馬 最近跑千八米賽事 他都可以 是吧 叫做跑近 跑到第3名回來 但如果你真的看回 這隻智勝者強 跑千八米的話 你真的 看看他怎麼跑 你會發現到千八米 根本上就不是他最佳的路程 這隻馬 我覺得他跑千四千六 這些路程 真的比較適合 所以他一路贏馬的時候 這隻馬 都是贏千四千六米的賽事 而是說一路都贏不到千八 他其實跑過兩次千八 但兩次都贏不到 兩次都配潘頓 一次第四一次第三 所以我認為千八米 其實不是這隻智勝者強 最佳的路程 接下來繼續跑千八米 可能他都可以繼續 進入格子 但要贏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難 有考慮到這些馬 都肯定會成為 接下來的大熱門 所以今場馬 都沒有買到他 反而我就想駁回另外一隻馬 駁回一些有賠率的馬 好過了 因為今場馬 其實除了他之外 我覺得其餘的馬 都很好分的 應該這隻智勝者強 九成都拿了票 因為他那個賽職真的太好 至於今次我們駁回到的馬匹 是哪一隻呢 今場馬 我就想駁回這隻八號 的桃花雲 來買的 那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桃花雲 來買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看到這隻桃花雲 其實在今季 一直都有表現的 他最近在四月三十號 五月十三號 跑那些沙田組 這千六米三班賽事 排著那些劣檔十二檔 都能夠跑得好 他這樣的成績 其實真的很好 這是第二 第一 我們可以看看他之前的第二 是怎樣跑出來 桃花雲 就是這隻 紅色戰爪指著他 粉紅衫 白帽 橙袖的這筆馬就是他 今場馬頭戰時間 你看到他被人頂 被人頂啊 一直頂啊 三四條這樣來跑 其實蝕鬼了 一直蝕 你看看 蝕足全程的 沿途一直走 走著三疊 轉彎更加拼出去 蝕到嘔 你看到 差不多九疊十疊 這樣來跑 金蝕金被動 其實就不著鬍的 還要再加上 這隻馬金牆 都跟著那個萬步速 跟萬步速 又是不來他追 但居然這隻桃花雲 照樣是能夠後上 帶外跌的 殺上來 跑到個 不差的名次 跑到入嬌 跑到第二 所以這隻桃花雲 上陣的這些表現 其實我覺得 挺出色的 接下來的這場馬 他真番情來跑 真情跑到千百米的沙田草 我覺得這隻馬 仍然是為了一端的 真的仍然是一端的 跑千百米對於他來說 真情真到二百米來跑 其實應該是更好的 這隻馬跑越長 或者長到二百 應該是更好的 雖然說這隻馬 在最近六月十日 跑過一場沙田草 千百米二賓賽事 就不行了 跑到第十回來 但是如果你又仔細看 當時的那場馬 田泰庵是怎樣跑的 其實你會發現到 田泰庵當時跑的這場賽事 根本上就完全沒有發揮 這隻桃花雲真正的實力出來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很快 很簡單的看看 桃花雲當時就是這裏的 紅色戰爪指著他 粉紅衣白帽的 這一拍馬就是他 看看田泰庵這場怎麼跑 頭段時間 其實這隻桃花雲 就留了後來跑的 你看到都留在一些很被動的位置 都包了大尾 尾尾 尾尾 跑了 走著二三碟 這場馬跑到上來都比較虧 之後沿途一直都這樣跑 去到轉彎直路 你看看他發生什麼事 田泰庵真是騎到 搞笑的 去到這個位置 三百八十米 他騎到塞車的 你看 被兩隻馬夾住了 導致這隻馬完全看不到 不能夠發力 來對沖 所以你說這隻馬 有用跑過 今場 戳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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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純粹是因為田泰庵 騎到這隻馬 看不到 才說輸 接下來這場馬 再給他試一次 跑多一次 沙田組 搖著千百米 隨時有一個出色的表現 都不奇怪 今次都換了人 換阿巴道上去 搭著二檔 漂亮檔 來跑 還要揹著超輕磅 一把十五磅來跑 我覺得這隻馬 也挺好處的 這隻馬 真的挺好處的 因為今場馬 不是平磅賽 不是說平磅 你是有樣磅的賽事 你揹著五磅 這麼輕磅 肯定是有好處的 所以 在接下來這場馬 我也想選擇 今次換人騎 換阿巴道上去的桃花雲 來試一試 看來這場真情 能不能夠贏到這個 啊 碟咯 高東來也很流行贏碟 對 試一試 好了 講完我們這條過關 買到哪三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頭主策略 今次我們會買到彩池 就是獨贏及位置 過關三寸七的這個彩池 用這個彩池去買回我們這三關 就可以了 今次就是這樣買 對啦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試這條過關 在未來的尿賽馬日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們祝大家 贏太地了 今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來 powered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